什么叫语言成熟呢? 佛说出来,居然有人相信 有人能理解 有人肯一教奉行 这就是语言成熟 佛不等待有人问,赶紧就说 这个境,才是彻底究竟圆满 杜仲森成佛道啊 所以欧耶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什么人有能力,有资格流通 他老人家说得好啊 经开三分,他从这个地方起就流通分了 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讲弥陀金呢 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看作流通分 都看作郑宗分 欧耶大师 独聚会 从这个地方分经为流通分 祝福劝信流通 他流通分里头也分三个 劝信,劝悦,劝信 三分里面,续分里面是幸远信 郑宗分里头也是幸远信 流通分里头还是幸远信 用三自粮,贯彻三分啊 谁能全信 祝福如来啊 底下六说一个流通的意思 流者流传万古 通者通达是方啊 圣贤教会 要没有人流通 就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现在人不说流通了 现在人将宣传 宣导 就是流通历史 在中国呢 古代称为臣传 都是属于流通历史 属于流通历史 帮助